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陈慕明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陈慕明时间 这样看中国节目除了在央广频道播出之外 也可以透过央广的官网或podcast平台收听 今天我们节目要访问的是中山大学的刘其峰教授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印度以及印度跟中国 印度有可能赶上中国吗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比较 那首先我们先请刘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 我是刘其峰 我来介绍一下刘教授 原来他任职的单位是在国科会下面的 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担任执行长 那从这个月2024年8月开始 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成的专任助理教授 那关于刘教授的一些经历呢 那我也在在这边跟听众简单介绍一下 他原来在印度的Flame大学任教 基本上过去应该是没有任何台湾人有在印度的大学任教 那在Flame大学之前 他也在印度的另外一所大学叫 金德尔国际大学任教 那和我一样 刘教授原来也是在台湾念完大学 然后后来到美国读书 他在南卡罗莱纳大学 获得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那他的研究包含政治地理学 科技与地缘政治 武装冲突 大国政治 印太地区等等 这个基本上就是国际关系的一些主要的议题 是不是请刘教授也再多讲一下您的经验 因为过去您在美国 在印度 在台湾 这三个地方都工作过 所以稍微再介绍一下您的一些经历 谢谢陈老师 邀请我来上您的节目 就像陈老师您说的 就台湾人来说我算是对印度的经验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在印度待了八年 然后在首都圈待了两年 在西印度待了六年 也教过不少的印度学生 所以在印度的经验可以算是很长 好像您以前在印度工作的时候 也常上印度的媒体 是因为台湾人在那边比较算是稀有动物 所以有一些特别是关于印中议题 或者是印太议题 有一阵子很红的时候 常常都会被邀请上一些节目 对我记得就是在大概2022年 是那个时候裴洛西访台 然后解放军开始对台湾这个文攻武吓之后 好像印度的媒体就报道台湾的新闻就相当多 那一段时间好像有蛮多的这种 在电视上看到您的机会 是其实从2020年 这个加尔万河谷的冲突事件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印度一直很关心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所以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觉得 就是说搬回台湾 原来在台北工作 现在到中山大学 搬回台湾主要是我太太希望能够回台湾 因为我们在印度也待很久 对夫人一起在印度 对我也认识 所以就有这个机缘 就找到国客会的这个计划 然后之后到中山大学 刚好我是高雄人 所以就回到家乡服务 OK 所以现在在中山大学的亚太英语学程 这是一个全英语的学程 这是一个全英语的学程 所以也有可能教到印度学程 我希望能够利用以前的这个人脉 可以邀请一些印度学生到台湾来就学 OK 因为刚好我个人也在中山大学负责英语学程 所以以后我们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OK 好 谢谢 这个谢谢刘教授 对于他过去的一些经历的一些简介 先来讲印度 先来讲您跟印度的渊源 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到印度去工作 那你在印度的两个大学任教 这两个学校有什么不一样 能不能简单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当初到印度工作真的是一个意外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美国 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是中学老师 教的是中文 然后博士学位拿到之后 就开始从全球范围开始来找工作 刚好就是有印度的机会 所以也刚好上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去试试看 在此之前我是完全没有印度经验 说实在我对印度文化 我知道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 但是也不熟本来当初的计划是去一年而已 结果就待了八年 所以这也是史料未及的 所以在德里是住了几年 在德里首都圈住了两年 后来就搬到普纳 因为空气的品质实在太糟的关系 对对这个我也可以体认了 对就是在德里的冬天空气不好 普纳在印度的西边 马哈拉斯特拉邦 那这个地方它好像有一点海拔 它其实大概海拔不到一千公尺吧 大概六百米吧 六百 大家跟各位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 普纳的地位有点像是中国的杭州 因为马哈拉斯特拉邦算是一个文化大神 它的文化跟这个北印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梦买常常被大家称为这个印度的上海 它是经济首都 那普纳就有点像旁边的杭州 它是一个地区性的文化首都 也在印度的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地位 对所以如果在印度要选择一个地方教书 普纳是很好的地方 对普纳他们又被称为东方的牛津 因为在英殖民时代的时候 在那边建立了不少的这个colleges 就是一些大学 所以到现在还是算是文风鼎盛的一个地方 印度有很多中央级的研究单位也在普纳 对对普纳我自己也去过两次 也去过你任教的学校 再怎么样都觉得比德里还好 所以在普纳我觉得应该是很不错的经验 但回到台湾自己的家乡更好了 而且现在在中山大学英语学程 现在台湾的教育也很需要国际化 我们都是慢慢收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 也许以后真的有机会收印度的学生来台湾读书 因为您的印度经验 再加上您的研究也包含中国 我们现在念国际关系的学者 基本上大家都一定要谈中国 崛起的中国 霸权的中国等等 您觉得中国跟印度这两个 这两个国家古老的文明 他们有没有什么相似或相义的地方 大家很喜欢把它们拿来当比较 你怎么看 因为你是实地在印度住过 当然也去过中国大陆 你怎么看这两个国家 好 谢谢张老师 中国跟印度的人口体量 当然是差不多了 大概都是14亿人左右 那当然印度最近的人口 开始赶过中国 那就这个地区面积来说 印度的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印度是比较小的 它不像中国那么大 那如果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看 中国跟印度在 从以往的开始发展的时候 就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 因为大家如果看印度的地形 印度是一个半岛 南亚半岛的次大陆 要进入这个次大陆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印度虽然是两面环海 然后北边是山有一个爱口 但是如果我们看印度的历史的话 印度的征服者通常都是从阿富汗那边 还有那个 开博尔山口那边进来的 对 所以虽然它跟中国有所接壤 但是说实在中国是进不来 所以这个其实给印度一个 很好的一个天然的屏障 所以它就像一个岛屿一样 大家如果看印度印度是有很多那种不同的这个 ethnolinguistic groups组成的 就是一些语言的这个语言跟种族的集团 对这个语言跟种族是一个身份嘛 就是被拿来当做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 所以这些语言集团呢其实他们的体量差不多大 那如果你想象在一个地方 你有十几个不同的政治认同的集团 要互相活动的话 他们就必须要协商 所以要坐下来谈 再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况之下坐下来谈的话 民主就有比较有可能发生 那这跟中国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印度就是一个意志性比较高的国家 就是基本上虽然说他也有一些主体的语言或文化了 比如印度教那或是讲讲北印度语 Hindi的族群 但是基本上他的意志性比中国高很多 两个国家他本身在运作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是党国体制 所以中国是中央集权 那所有的政令都从中南海来发出的 所以他的这种体制的设计 可以让他比较一条边式的这个随形他中央的政策 但是印度是一个弱联邦体制 中央执政的政党跟地方的政党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语言 这个文化也都不一样 所以要做很多协商的工作 陈教授也非常了解 就是说在印度有时候中央颁布的政策 在地方不一定会执行 比如说有一年中央希望这个英语跟印第语 并列为这个官方语言 但是在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 他们就抗拒了这样子的政策 所以这个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对对 那可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中国 他还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一个主体民族 少数民族在中国占不到10% 但是在印度的话 虽然说他是有语言 像北印度语大概 讲印度语人有没有到50% 那看怎么定义了 如果是母语的话可能不到 但是如果日常运用的话可能超过 对对对 所以印度基本上 他不同的邦 不同地方之间他要推行一个政策 他一直都要用协商的方式 那这样的协商的方式 他是从古代就一直有 还是说他是到印度独立之后 成为一个同一的国家 他才出现这样的机制 这也是研究印度历史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也不太知道他们古代的怎么运作 但是我在想应该是印度1947年独立之后 就是根基在英国的西门市的这个民族体制上 然后加上他原来的这个多元的种族的这个组成 他刚好就形成一个有利于这个民族讨论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想应该是战后开始发展 不过就像陈教授也非常知道 就是说就是印度独立之后 其实国大党长期执政嘛 表面上是多党制 但是国大党其实是执政到1980年代之后 对对对 那刚讲都是印中不同 那有没有他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就是身为大国 其实他们面临相同的问题 比如说环境问题 还有族群的问题 还有作为大国的一些治理的问题 还有作为大国的霸权往外扩张的问题 我觉得印度人跟中国人 其实在蛮多点上都可以心心相喜 特别是发展上那种城乡差距 对都是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很多都很相似 好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陈牧民时间 节目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两岸国企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这样看中国》主持人陈慕明 我将在节目中和您一起立足台湾探讨世界 请锁定每周四晚间9点半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陈慕明时间 各位听众好 欢迎各位回到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陈慕明时间 我们刚跟刘其峰教授谈到印度跟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比较 我想可能听众会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就是现在大家很热烈讨论的议题就是说 印度有没有可能赶上或超越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看起来就是在国际政治上面的这个影响力 这个是一直在上升 那印度看起来有没有这个潜力 能不能请您解读一下 就像陈教授刚才我们讨论的 就是印度跟中国其实他的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国家 不过大家都因为可能是国际政治的一些考虑的角度 所以大家都觉得特别是西方或美国 就有一种下意识都会觉得希望印度能够成长起来 然后在印太地区成为一个制衡中国的一个筹码 或一个国家 但是印度有没有可能赶上中国呢 那要看什么地方了 我觉得印度是不太可能复制中国的这种当国为中心的这种中央集权模式 它也不太可能变成像中国这么高效率的世界工厂 但是我觉得印度有可能就是用它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印度因为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印度会成长成一个多中心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你可能看到比如说某些帮 比如说西部的马哈拉斯特拉帮 它可能变成制造中心 然后东南边的泰米纳的帮可能变成这个养殖 或者是轻工业制造中心 然后其他各邦它可能会有一些 按照它各邦的禀赋 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会有不同的发展 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复制中国模式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 对 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 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做经济改革 那基本上在过去这30年 中国基本上把这个国 它自己国家变成一个制造业基地 以全世界为市场 那这个发展制造迎进外资 然后加工出口 那当然就是也带动国内的消费 那印度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像中国这样子 但当然印度的话 它历史上它是比较autarky 就是说比较自给自主 所以它的这个对外的贸易 其实是1991年 他们这个开始经济自由化 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尝试 所以那时候就是所谓的东旺政策开始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印度如果要出口的话 现在印度当然出口最大宗的就是服务业 还有一些软体设计 一些比较无形的东西 但在制造业上 其实印度因为长期缺乏制造业的基础 所以他们要发展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复制中国的成长模式 就是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结构也不一样了 就是西方国家的需求趋缓 中国厂能过剩 那如果印度又要像当年中国用那样的方式 做这个加工出口 看起来也不太可能 那印度自己有没有提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发展策略 就是像现在的莫迪政府啊 他们对于经济成长 但现在印度经济成长还算不错了 但他们自己对自己国家的发展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愿解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当然就像您说的 就是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 提出了一些本土的 像在印度制造Making India 或是ArtManiya Product 就是Self-Relying India 叫做自己自主 自己自主的印度 当然这些都是Principle 就是一些原则 但是我觉得印度其实现在在新兴科技上 他们想要着力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在半导体上制造 他们最近莫迪政府跟利基电 引进了一些专利 希望能够在古吉拉特邦 做一个承受制程的晶片的制造厂 然后在包括Arsam 在其他的另外一些地方 成立一些封装厂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印度在AI方面也是希望能够 人工智能 对人工智能 对能够利用他的后发优势 来训练一些他自己的模型 其实他现在已经有他自己的模型了 这是不知道运作怎么样 你刚讲出一个概念就是后发优势 就像中国的发展也是有后发优势 那现在印度又在中国之后 起来他也有他的后发优势 我自己在印度工作跟居住的时候 我也发现印度人也非常关注中国 看因为中国跟印度之间 有他们这个就传统的问题 然后也会互别苗头 以您的经验 您觉得印度人会怎么看中国现在的状况 那要看您说的是哪一部分的印度人 因为印度其实有很多人 那我觉得印度一般民众或是知识分子 他们对中国其实并不是非常了解 就是说长期来看 现在可能比较有兴趣的人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相比于他们对西方跟美国的这个了解跟喜爱 其实印度人长期对中国是不太有兴趣的 没有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兴趣的原因我觉得是第一 可能下意识有一种就是比较 不要说是嫉妒心或者是根本没有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的水平上 对因为印度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肩西方的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英偶语系的文化跟西方比较相近 那中国或东亚这种内敛的文化基本上跟他们不太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印度如果往东亚看 他们比较 admire的是日本 对 比较尊敬日本 对中国的话因为长期来说呢 跟这个印度在边界上有冲突 其实印度人很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 叫做backstapper 就是被刺者 就是说我们当初对你那么好 然后你以后来背叛我们 就用这种态度来形容的 所以我觉得印度人对中国 就是从刚开始看不上眼 然后现在可能稍微有一点拿来比较的时候 其实大家如果看到在YouTube上有很多那种 个video clips 就是很多印度的这个YouTuber 他们都会去中国 然后都做一些比较 算是从中国人看来是诋毁中国的一些 这个角度的这些影片 所以其实你从那影片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们对中国是一种 虽然中国在硬体上发展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 不服气啦 对不服气 但是中国现在的GDP是印度的五到六倍啊 是 那在整个在军事上的力量也很强大 那印度人没有看到这些吗 还是说他们是觉得自己也不差 还是说他们刻意忽视 我觉得应该是视而不见吧 这当然是一般民众啊 但是说不止一般民众 我记得几年前我跟一些印度的这个军官 曾经也在讨论 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讨论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觉得中国的军事发展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庞大 但是他们在印度洋的这个部署 其实是有一些局限的 而且他们也不觉得中国的武器 真正能够赢过他们多少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 就是说发自心里的一种 就像您说的不服气吧 对这个跟我在印度的经验 也有一些类似啦 我觉得印度人是蛮骄傲的民族 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等等 他们真的很骄傲这样 但我们以台湾的角度 我们去印度我们看到印度那么多的问题 社会啦 这种环境等等 我们觉得说你骄傲什么 这个我们 对不对 你可能都没有真的去国外看过 但是确实啊 印度他 你想想看 在他的这些文化软实力上面 其实也是有蛮强的地方 就是说 我自己觉得中国跟印度 这不能比硬体 他要比软体 软实力上面 你觉得印度有没有优势 软实力上 那当然印度的文化跟西方比较近 然后他们思考也比较活跃 其实印度有一个很大的 products 就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其实印度的言论市场 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 他们其实出版很多书 就是他们因为跟英美国家连接的关系 所以他们知识分子在英美 其实还蛮活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印度人 但是在他们国内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传统 所以他们很喜欢 透过讨论的方法 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当然以前我们常常说 法国有三大主要出口产品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社会理论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奢侈品 第三个就是他们的农产品 像酒 但我觉得印度其实 在知识的上面 其实他也算是蛮出名的 当然如果说是有这种思想的 这种批判跟进步 我觉得这个社会基本上他才有比较可能 就是真正的往前进 如果说你什么都讲自己也好 可能就会出问题 对其实我也感觉到在印度 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社会 对自己的政治 他事实上批评蛮多的 另外当然我觉得还有就是像一些像什么瑜伽 阿玉废陀 印度哲学 我觉得其实印度也是一个博大今生的古老文明 你觉得这几年印度政府有没有刻意在推广这些哲学 古老文明 这些比较传统的印度的思想 有从莫迪上台之后 就是在国际瑜伽日 你就可以常常看他出来带头做瑜伽 那这几年 特别是他们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兴起之后 就是有点回归这个古老的这个文明的这种态势 就是把一些这个 就像您说阿玉废陀 还有一些这个古老医学 整个都搬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现代方法来包装传统的东西 然后往外卖出 其实这个在很多学校 你都可以看到已经成立了那种传统印度文化研究中心 这个已经变成一种学问 那你觉得像这种 就是推广他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可能让印度未来在国际政治上面 就是扮演一个跟传统的大国不一样的角色吗 因为我们看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讲说什么孔子儒家 可是现在中国在国际政治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强调用权力来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那印度会不一样吗 他们在看他们这种传统的这些思想方式行为方式 你觉得会让印度未来如果成为一个大国 他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吗 当然印度现在很多东西在西方已经是占据前卫 就像您说瑜伽还有一些传统哲学 不过如果要在世界上真的发挥角色的话 其实是软实力跟硬实力的结合 就是我们看美国 美国也不是靠好莱坞起家的 他后面其实是有他的硬实力在支撑 所以说印度文化如果真的要成为很重要的东西的话 他国力也必须要上升去match他才有可能 相称对 所以印度他现在发展的局限是什么 你能不能归纳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印度是哪一些发展的局限 我觉得印度发展局限在于他的种姓制度 就是他的社会还是非常传统的 他现在社会基本上还是根基于在农业社会之上 然后以家族为主的 他的工的思想就是那种public sphere的那种思想 并不是非常完备 就大家都基本上都是管自己的家内部的事情 所以这种工的这种space如果没有建立的话 这种工艺的这种想象没有建议的话 其实对印度发展来说是不好的 对对对 还有其他你觉得在印度现在的政治社会经济运作方式 你觉得是对他不利的一些地方吗 印度的话当然就是他的多元性 多元性是好处 另外一边也是坏处 因为他基本上他效率就比较不高 然后做很多事情都要透过协商 然后内部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缺乏这个制衡跟透明性的话 这样子其实在运作起来常常会有问题 譬如说现在台商常常到印度做生意的话 他们还是要透过一些管道 然后要送钱疏通 这样子的东西这法律也很难保障 然后虽然印度的经商环境近几年有所改善 但是如果你要透过司法来解决一些纷争 还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包括台商在内他们有一些 譬如说生产线或是一些copyrights 常常在做的时候都会被印度方面给拿走 所以有这样的情形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获得妥善解决的话 我觉得将来是一个引诱 还有官僚体制 他的效率等等 跟他的官僚的传统有关系 他这种官僚是英国留下来 还是印度社会本身就过去官僚的影响力就很大 是哪一个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英国人建立了现代官僚体制比较有关 所以就让你也非常知道 就是IAS India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IAS 印度的这个文官 文官体系 其实扮演很强的这个stabilizer的角色 对 不管是谁上来当他要执行政策的时候都要透过这些精英官僚 因为你也知道就UPSC 就是他们的中央这个考试是非常困难 对对对 所以上来都是精英 他们其实是维持国家稳定的一个这个发展力量 对所以我之前就听一些台商讲说 他们从中国搬出来 然后现在印度发展 就他发现不能够完全把中国他在管理工厂 跟在中国做生意那个制度整个完全套到印度去 他套上去之后他就发现无法运作 他要完全去适应印度他这样的一种 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面他要发展新的管理方式 所以没有错就是中国跟印度他确实是不一样 那除非你去了解印度怎么运作的 要不然你其实很难在印度赚到钱 对对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的来宾是中山大学的刘启峰教授 那我们谈的题目是印度有可能赶上中国吗 节目接近尾声 如果听众对央广每周一到周四晚间 九点半到十点播出 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的收听感想或建议 欢迎email到我们的节目信箱 节目信箱是2020 小老鼠rti.org.tw 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也欢迎透过央广的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我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 我是主持人陈慕明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